全民心運動會4即將來到尾聲 開播至今也創造出不少話題 其中黃隊成員林玉書 11月因商退賽後 卻爆出遭到同隊隊員排擠 雖然製作單位有發聲澄清 不過仍引起外界議論 而在最新播出的一集中 黃隊氣勢超旺 連續三次都贏得比賽 分別在飛把富士躲避球 巧顧球項目都獲得勝利 賽事結束後 黃隊隊員也興奮的聚在一起慶祝 引人注意的是 林玉書被拍到戴著黑色帽子低調現身 但節目並未剪輯他說話的片段 就播出他參與大合照的過程 畫面播出後就眼尖的網友發現 玉書是不是有來一起拍照 更有人指出 這集不就是排擠風波的時候嗎 更有資深觀眾提出疑惑表示 不是通常誰回來之類的 都會拍個小花絮 意外掀起不少網友熱議 右邊叫他 哪一位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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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